我看到了好几个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包包 我觉得就设计特别的就是很多创新的地方 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融合宝格丽的一些经典的元素 比如说它的一些色彩的搭配啊 然后就是这种灵活的运用吧 我觉得然后包括一些手绘的一些很有个性的这种设计风格 然后同时也包括像这样比较经典的这种舌头啊 这样的一些造型融合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让我觉得很惊喜 也觉得很满意 就像我现在戴这些比如手表 我觉得就腕表是非常适合男生的一个就毋庸置疑 其实男生戴表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挺挺必要的 对就是合适的场合戴合适的表 有运动型的啊 然后也有一些西装比较正式场合的 对像我今天搭配这个就是一个 晶莹相间的一个这样一款表 我觉得其实还非常适合很多的场合 所以男生朋友们可以考虑入手一下 然后其他就是一些小的手镯啊 然后一些耳钉啊 然后我觉得看个人的喜好可以搭配 就觉得自己打得越来越不行了 对因为年龄就是越来越大了 然后就是因为确实运动时间也很少 对因为没有什么时间去训练 那其实更多就是像我当时也是说 就是以求会友嘛 对大家更多是一个可能认识新的朋友啊 然后包括很多朋友其实也对中国很感兴趣 对所以我经常跟他们安利 就是来国内玩 然后可以找我 然后可以带你们去不一样的地方旅游 什么的 对就是一个慢慢变成了一个比较 轻松的一个环境嘛 对我来说 因为第三次了 对我们俩就是聊 他也很喜欢中国 然后他也想要想过来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要来的话可以找我 就是我带你出去吃啊什么的 就好吃的 然后包括北京上海都比较方便 如果需要可以找我 然后同时也聊一下音乐 聊一下音乐 因为两个人都做音乐嘛 那其实就看就是 反正就闲聊吧 就尬聊就是 因为大家就坐那 其实就是就像我刚刚说 其实大家就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吧 大家都出来 其实也不是为了竞技或怎么样 就是输赢也不太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娱乐性的一个比赛 把大家聚在一起 觉得我就是交个朋友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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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